首先让你们来参观一下深圳十元旅馆里面的真实情况 十元店里面有被子 但是它的被子不能有 都是别人用了很久的很臭的 所以说要自己买被子最好 但是这里热天了臭虫很多的 热天十元店根本没发税 天天被臭虫咬最主要的原因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打工仔来睡的地方 大家好,我叫江四哥 今天早上是七点钟起来送外卖的 到现在八点钟呢,一单都没有送到 早餐都没有搞到,真难过啊 开直播的时候,我提到深圳的十元店 很多人老过问我,深圳的十元店是什么店 就是一个小旅馆 我来跟你们说一下,深圳的十元店到底能不能睡 它跟工厂里面的宿舍是一样的 就像那个上下铺,上下铺来的 睡一晚上,贫富这个地方只要十块钱 能花的话,可能要二十块钱一晚上的 这个地方,我劝你们少睡 很多人睡这个十元店了 睡得不想去做事了 很依赖这个十元店 感觉睡一晚上,只要十块钱的店 无压力 很多人进了工厂出来,都选择睡这个十元店 把这个十元店当成他自己的家一样 所以说睡久了,睡到人没有动力了 这里面本来有很多人都不想做事,也不想上班 所以说这个环境你们都知道 有的人不想上班,在这里面天天吹牛逼 你来了,你跟他玩熟了 感觉他都不想上班,你也不想上班了 天天就在这个十元店吹牛逼 聊人生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劝你们深圳那些十元店的 你们还是少睡 睡久了 有的人在这里面睡了十年 甚至十五年都有 我感觉他们已经睡 废掉了 真的睡残废了 就像贫富这个十元店里面很多人 睡了十年的大把的事 一直在这个十元店睡 有时候做点零事工 做点日节这些来维持生活的 他们根本都没想过要做正事工的 一直在这里面睡 睡得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十元店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如果是你真的是快没有钱的人呢 是可以来睡一下 如果是你想把这个十元店当成你自己的家 意思是说我打一个零事工 我回来了 我在这里要躺他两个月 那你就错了 那你就 大大的错误了 你在这里睡久了 睡得 无动力了 就像那个汽车一样 没有动力了 睡得全身暖绵绵的 这样子的话 睡久了就睡灰掉了 眼前面睡不过了 路面室 我在这边